Covid-19 讓許多行業保不住基本盤 但同時卻也拉抬出不少隱性商機 像是疫情影響下 民眾減少出門機會 光2020年3月 台灣民眾待在家中平均時間 平日增加1.7個小時 到了假日提高到2.4小時 如何打發多出來的時間 歐美國家流行的居家修繕DIY 這段期間 要生成台灣消費者的熱衷項目 我都是用毛刷直接沾裡面 你看它就在毛刷上面 然後就可以直接塗 塗在避難的地方 需求帶動業績 像在電商蝦皮的五金修繕類 及雅布齊膜的油漆塗料 同期訂單成長2成以上 PC Home整體修繕類業績 也穩定提升 年增率超過6成以上 DIY市場有一般市場的 最大差異性就是說 DIY市場它需求 吃小包裝 本土品牌能夠提前布局 調成體現 用小包裝拉抬業績的 關鍵人物是她 台灣傳產化工業唯一一位女董座 張濟華 有沒有什麼事 提前布局不只搶下 因為疫情而衍生出的商機 更讓它的產品具有價格優勢 在防水塗料領域一直獨秀 你買原料買進來 那個價差比銀行力好賺 譬如說最近台南本已經 飆到80塊一公斤 那之前60塊出手的話 哇 價差一公斤二十塊 那我一次下六個貨櫃 一個貨櫃兩萬公斤 這樣子花兩百四十萬 可是我們沒有放進口袋 那像那個美金 那我們公司都在逢低點 最近的匯率在29以下 我們買到28.57的時候 還是多少 我們陸續都買了 因為我們持續都買國外的原料 我用這樣子的匯差 對不起 那公司的還是很有的競爭性 同樣是原料進口台灣生產 有別於其他同行拿賺到的現金 投資業業分散風險 或是減少囤積降低金流壓力 張繼華運用資金採兩手策略 盯美金買原料 一路走來不只年營收 突破六億台幣 甚至帶領企業成為全台最大 水性防水塗料廠 這裡都是原料 這一燉桶 它是一千公斤裝的 那我們初期創業的時候呢 大概快兩個月 我們才使用掉一桶 可是現在有上千家的客戶 我們將一個月要用到 將近七百桶 一生幹練裝扮 從工廠拼到商場 但其實這並不是 張繼華的年輕夢想 跳舞才是他的最愛 雖然在念書過程中 父親一度反對 後來靠著堅持與溝通 終於進入舞蹈系 成為專業舞者 當上舞蹈老師 原本以為會在這個舞台 一直跳下去 但沒想到大學時期的初戀 也是後來的先生 像是提早安排好的 人生靈練 敷唱敷隨 讓自己心甘情願 從美光燈下舞者 轉換角色 成為油氣化工業的幕後幫手 因為我比較傳統 我覺得說架機水機 所以先生他喜歡的 就是我喜歡的 我們十四萬的破爛的那種藍色的 三噸半的貨車 騎家的 那我女生沒有辦法踢中 先生踢好 到小門邊 他疊三層 那我也是會 我也是會 那種叫做練湯啊 然後我 我這樣子練到門邊 他踢上去 相愛的兩個人 做同樣的事情 每天還可以練在一起 那有的夫妻不能共識 我們很特別 我們兩個是可以共識的 很好的 我們互比 一九八九年 自家產品正式進入市場銷售 隔兩年 一九九一年 政府將相關製造業 列入十大新興工業 有了大環境的幫助 夫妻倆事業一帆風順 天有不測風雲 五年前先生因為罹患膽管癌過世 外界都認為企業走到盡頭 小的生活重心 張濟華一度不知所措 後來想到先生和自己的心血 不能歸零 咬著牙硬撐 抓銷售 抓研發 我們這次可以到多少 最常會在一千五 一千五上 三年後 終於靠著全新設計 張濟華的產品塗上總統府外牆 負責防水功能 贏得先生離開後 獨自奮鬥的關鍵名義 這魚肉的生產跟出貨 都有比上個月在增加 對 就更好 那我們要特別注重 不只靠新產品提升品牌分量 根據統計 台灣塗料市場收入 穩定落在十一至十二億美元之間 建築與工業塗料占比最高 超過六成 屬於兵家必爭之地 但受到建築工法改編的影響 張濟華改嫌易調 將研發重點從外牆 移往室內地板 讓塗料可以有精化效應 耐磨不怕侵蝕 新創育一舉拿下 國外企業訂單 挑戰海外市場 外牆這個防水 已經漸漸變成玻璃為目 鋁為目所改變 所以我們覺得 那這一塊營收勢必會掉 那嚴重到 可能會掉到三分之一 所以我們要趕快轉進 像我們就有廠房 然後倉儲 然後還有就是有一些 有特色的一些咖啡店 還是一些商業空間 那這個部分呢 是一個很好的轉進點 而且它也需要 這個特殊的材料 從需要出發 女性掌舵人迎戰未來 張濟華要用智慧帶領台灣品牌 登上世界舞台華麗演出